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件事 当然就是要 就是要去使用Table 来跟各位做分享 那我们现在打开来Table 来去观看一下 所以快点桌面上的Table 然后这个捷径 我们就可以打开Table 在第一次开启的时候呢 它会要求我们去完成一个注册 这个Table Registration 它主要就是在要求我们 就是填一些基本的资料 填完这些基本资料 才可以Start Trial Now 就是才可以开始使用 而且请你们在使用Table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您看 然后这全部都是白底 白色的底 然后上面的黑色字 可是这边有一个很特殊按钮 意思就是说 这些资料全部都填写完 然后点选这个特殊颜色的这个按钮 点下去 我们就可以完成完成这个Table的注册 然后它就开始来去处理 让我们来去启动这14天的免费使用 好那假设假设你今天第14天 你不要去点这个叉叉 你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只是我想多多少少难免这个画面 不可能都不关 好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曾经有第14天 第15天第16天还在继续使用 是因为我没有关掉这个叉叉 当然如果你在第15天之后 你要再去打开 是开不了的 因为他会说 适应其已满 麻烦请选购正式版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先暂时把这关掉